在做壓凶的夥伴請他離開 才不會影響心率的判別 AED就會再講話囉 建議電解 老師是教導學員如何正確使用自動體外電子去氾氣AED 民眾如果遇到緊急的狀況 可以協助傷患進行急救減少傷害的程度 什麼時候會用到AED呢 AED現在實際上是急救當中一個必備的醫療器材 我們在CPR過程當中要盡早取得AED 因為AED可以幫我們做心率的分析 如果我們能夠抓到這個心率做電擊 CPR成功的機會會提升50%以上 照著傻瓜電擊器給我們的指令來操作 而且我們的民法裡面也有規範 我們有免責 當病人在於生命危險的時候 施救者是不需要任何法律上的責任的 大大學護理學系和彰化基礎教醫院合作 開辦基本救命術的課程 課程總計8個小時 包含了心肺附屬素 CPR 自動體外電擊去氾氣AED 呼吸道衣物梗塞 骨折固定與直血爆炸傷患運送等操作方式 因為我想我就想說 以後應該會用到 所以我就想說來學學看 那今天學了哪些東西 今天學了AED的使用 然後 CPR 因為覺得救人很有意義 然後那時候在學校的網站上有看到 然後剛好符合我未來的目標 以及志向 所以我才會來幫你 那今天的學習課程大概內容哪些 就是有講到CPR還有AED 然後還有 補習到一些問題 遇到意外發生時不一定需要專業的醫護人員 每一個人都可以進行急救 學院最後會進行筆試和術科的測驗 通過者可以順利取得基本救命術的證照 大野人新聞流行校採訪報導 大家看見到